解放军巡航台湾的作战装备序列中 又将增添一名新成员 那就是TB00一双猥亵无人机 而其不仅是解放军最大的无人机 也在近期的巡台活动中大放异彩 在上个月的解放军巡航活动中 有一架飞机的航线 引发了对岸部门的格外关切 相比于解放军各类战斗机装备 通常只在台湾西部 与西南部区域活动的惯例 一架解放军军机在27日 展示出了惊人的飞行能力 根据对岸防务部门在4月28日所公开的一则消息显示 一架解放军TB00一双打一体无人机 先是飞灵台西南部空域 随后沿着台湾东南东北飞行 最终从北部突破台防务部门 所谓的防空识别区返回中国大陆 通过此次飞行 TB00一无人机展示出了在远洋地区持续活动的能力 能够绕台一周并悠悠闲闲地返回基地 这种能力是解放军其他普通军机所不具备的 事实上 TB00一开始是四川腾灯科技公司制造的民用产品 较为注重价格成本 随后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技术加持之下进行改进 后续的TB00一更是一款价格低廉的中 高空长航时侦察和打击无人机 其采用一系列中国成熟掌握的先进技术 包括电传操纵 电传制导 人工智能 卫星导航 光电探测 机载雷达和通信技术等 使其拥有强悍的远程侦察和监视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 TB00一采用了辨识度极其明显的双尾呈机身设计 从而拥有了独特的外形 而这也是其名字的来源 双尾歇的外号是怎么来的 这不是中国设计师心血来潮 而是为执行远洋精密侦察任务而做出的特殊设计 TB00一的机身后方是两个垂直方向的尾翼 尾翼之间留有一定的间隔 从而形成了双尾呈的机身设计 外观看来就像是有两个尾巴 这样的设计 既可以提高飞行稳定性 降低机身的滚转和偏航角 也同时提升了控制无人机的精度 使其在完成各种任务时更为精准和高效 此外 由于对称的吊杆可以平衡载荷重量 使得无人机可以携带更大的载荷 扩大了无人机的应用范围和能力 动力方面 TB00一有一对涡轮增压活塞发动机 哪个发动机驱动中央机身两侧的三叶螺旋桨 位于直的高位机翼下方 改进后的TB00一则在尾部增加了一个引擎 而改进之后的TB00一最大起飞重量 从最初的TB00一的2800公斤增加到3200公斤 有效载荷高达1.5吨 最大飞行高度从8000米提升到了9500米 可以连续飞行约35个小时 巡航速度约为280公里每小时 当然TB00一的体型也着实庞大 其长度约为10米 翼站达到20米 高度为3.3米 在无人机中属于相当庞大的存在 但因为使用的系统都是中国自产的成熟产品 成本的重头发动机 更是使用看似不上档次的螺旋桨发动机 因此成本很低 据悉沙特在航站中 直接以2.5亿美元把TB00一的生产线一共买走 相比之下 一架美军全球英无人机的价格 以现在的币值算高达1.2亿美元 可见TB00一物美下廉 而对对岸来说 TB00一的大量出现会是他们非常担忧的事 别看TB00一便宜 可惜互相为解放军提供卫星都难以提供的远程至海作战能力 TB00一的庞大航程和搭载的先进光学设备 使其成为很好的远洋监视平台 解放军为其配备的卫星通信数据链 有3000公里的通信距离 而TB00一本身可以在携带一吨载荷的情况下 连续飞行35个小时 这意味着TB00一能够携带大量侦察设备 在远离大陆的台湾东部海域飞行24个小时 持续地为解放军提供台海东部区域海上的实时情况 加上TB00一的低成本 解放军若维持十几架的TB00一机队 就能实现对台海东部海域的持续性大范围监视搜索 侦测航母甚至是驱逐间这类的海上目标 同时即使损失掉 解放军的损失也是非常有限的 同时更无需派遣有人飞机执行 在台海东部飞行的高危任务 这点意义上说 TB00一相当于替代解放军战机 执行在台海东部搜索外军主战武器的危险任务 而在以往 要保持这种持续监视能力 如果不靠解放军战机冒着风险 以连续空中加油方式出击 就得靠多颗近地轨道卫星才能做到 难度不言自明 而在TB00一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支持之下 解放军的东风导弹便能做到指纳打脑 从而避免出现有力没处使的情况 此外 TB00一自身也具备打击能力 其四个挂载点能够携带四枚250公斤激光制导炸弹 滑翔炸弹 L-4空对地导弹 甚至是L-3小型巡航导弹 具备良好的多用途能力 攀称解放军包围封锁站的力量